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百多年的發展 人錄出一個舉世知名的香港 位處中國東南方的香港 緊握珠江出口 憑著先天優越的地理位置 溫和的天氣 水深廣闊的天然環境 和高山作屏障 很快就由一個渺無人煙的漁村 發展成為一個舉世知名的港口 伴隨著經濟急速發展 香港的航運事業 也創造出顯赫的成就 更加曾經成為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 其實香港航運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遠古的時候 根據古籍推斷 宋代九龍城一帶 是中國南方一個繁忙的港口 近日在土瓜灣發現到的古井 印證了古時候這一帶已經有對外的商品貿易 除了九龍城 其實香港在九龍灣 香港仔、屯門都擁有大量胡形的海灣 這些天然的海灣為香港的航運事業 創造了優越的先天條件 宋代地理學家周去飛的領外代搭更加指出 屯門在那個時候 是外國船隻進入廣州的必經之地 這裡是龍古灘 是香港連接珠江的一個主要的水道 今天是一個主要的水道 其實在古代也是的 香港一般市民都會知道 維多利亞港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 但是在那個年代 維多利亞港是一個通道 另外一個主要的通道反而就是這邊 除了是中國本身自己城市和城市 港口之間的交通 這裡也是廣州連接東南亞 南亞以至於中亞、世亞貿易商船的主要航道 今天新市鎮所在的地方的青山灣 其實就是很多當時的商船 是去了廣州安裝貨之後 關拍了在青山灣 在這裡懸吹 就讓這個北風 將它們吹回去他們的祖家 在宋代有個歷史記載 就是所有在南海進去廣州的船 都要經屯門的 那就是指出了這個主要航道的重要性 所以在英國佔領香港之前 外國船員其實對當時還未叫香港的這個地方 已經十分熟悉 香港在那時候 主要是作為一個涼水補給站 以及是一個避風之鎖 到了1839年 鴉片戰爭爆發 戰爭期間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 二律派兵佔領香港 隨即宣布 願意為前往香港貿易的商民 和船隻提供保護 並表示 在女皇陛下另作決定以前 英國政府不收港口稅或其他捐稅 之後 二律的繼任人 第一任港督撥顛詐 亦發表告示 香港乃不秋稅之浮 准各國貿易 自此 香港就成為一個自由港 這個政策沿用至今 為香港的航運事業 打下良好的基礎 之後 外資以至華人紛紛到香港營商 外資大行更加在香港購買土地 建立自己的據點 這些洋行既有龐大的貿易網絡 更加擁有自己的船隊 對香港日後發展成為轉口港 成為了重要的因素之一 1832年 威廉渣甸和尖武士馬地臣 在中國廣州創辦了渣甸洋行 在1841年 渣甸洋行買了東角 當時這個地段是臨海之地 地勢非常優越 有海灣公洋船停泊和筑建碼頭 有海濱平地工建貨倉 又有小山居高臨下 所謂東角就現在波斯庫街以東 一直到現在黃室堡、柏林酒店 和這一堆高尚住宅那堆建築物 以前都是屬於東角貨倉 而是屬於東角貨倉 就是屬於東角貨倉 在1842年 將原來位於廣州的總部 移私香港 藉著移禍在內地的名聲 改名為移禍洋行 1882年 正式成立移禍輪船公司 並在香港、上海等地 設立碼頭、倉庫等設施 儀禍在殖民地時期 一直對香港的政治和經濟 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19世紀 還將東角發展成為 設有船隊、碼頭、貨倉 辦公大樓和員工宿舍的總部基地 還在東角設置大班府邸 經歷百多年的變遷 東角已經變成繁榮的商業中心 而昔日在東角的碼頭、貨倉等設施 也變成了酒店、住宅和商業大廈 曾經坐落在東角的兒禍門 也已經搬往 賽馬會上水雙魚河俱樂部 但是在每日正午十二點 在銅鑼灣海旁 我們依然見到兒禍炮名防 這一星炮星令我們記得在香港開埠初期 兒禍和同時期其他為數不少的洋行 是為航運業作出貢獻 墊下了非常堅固的基礎 為日後香港航運的發展 帶來高速的增長 這裡就是香港大學的大學堂 也是曾經在香港 戚測一時的航運巨子 德記里士林伯的堡壘 1843年, 22歲的蘇格蘭人德記里士 來到香港打工 後來白手興家投資不同的行業 之後他買了香港仔林海地段 開展船奧和航運事業 又創立了德記里士輪船公司 並積極參與建立黃埔船奧 他旗下的輪船 在那個時候中環中國沿海 而德記里士也成為了一代船王 當年他的城堡速立在海角 俯瞰著自己在香港仔的航運王國 進展一代船王氣派 後來德記里士返回老家 並在1869年逝世 之後他在香港的家族業務 也慢慢衰落 而德記里士堡幾經轉折 也變成了今天 香港大學其中一座學生宿舍 即是著名的大學堂 在十九世紀中業 在香港註冊的很多中國雙船 都會掛了外國國旗 他們藉著雙重的身分 逃避關稅 甚至乎是走私的 這個做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1856年10月8日 廣東水師接獲舉報 懸掛英國國旗 而被盜取的阿羅號 停泊在廣州黃報 你和我聽見 國州都有人舉報 巡河水師千種梁國定 於是登船搜索 清朝官方解釋 因為發現執照已經過期 於是扣留了十二名涉嫌走私的中國水手 但是事後 外籍船長聲稱 看到中國水師 張圓過在船上的英國國旗撕毀 對此清朝官方予以否認 事後英國是勒寧駐港英軍開入去珠江口 炮轟兩港總督府 之後廣州居民報復 燒在當地洋營居所 令十三行化為烏有 這件事件是直接成為 1857年英法聯軍的導火線 英法聯軍之役之後 在1860年兩國簽訂了北京條約 自此香港的殖民地 多了很大的空間發展 特別是對於航運、造船、維修、船隻 這些事業是有長遠的發展幫助的 1883年為了提供避風設施給漁船和等船 香港政府在東角附近進行了填海工程 修建成香港第一個避風塘 維俊前身其實是甚麼地方呢 其實就是一個避風塘 它就是銅鑼灣避風塘 就是香港最早的避風塘 1874年香港有一個超級颱風 就橫掃香港把所有的艇和人 打進海裡 如果你沒有這群鑼艇的話 那些船、貨和人怎樣上岸呢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政府就蓋這個避風塘 隨著19世紀50年代 文涵填海計劃展開之後 香港政府在不同的年代 都執行過大大小小的填海計劃 令到海人線改變 填海用地增加 政府在這些用地上 是增設了很多港口設施 令到航運業的發展更加蓬勃 此外政府也興建了不同的燈塔 為來往的船隻提供安全的航道 而當年從西方東來的遠洋輪船 當駛到中國南海 準備進入珠江口之前 仍然缺乏海上導航設施 以至進出廣州和香港的船隻 經常發生意外 有見及此 英國政府和當時的滿清朝廷 在1890年共同出資 在街逢列島西南端的蚊美洲修建燈塔 在我身後就叫做蚊美洲燈塔 當時其實香港已經有三個燈塔 在北面來的船 以前那三個燈塔可以給予他們的方向指示 但是從新加坡在南那邊來的 沒有一個適合的燈塔 引導它來香港或去日本等地方 所以有需要在這個地方建一個燈塔 這個燈塔是中國政府同意 讓香港政府在中國土地上建一個燈塔 這個鷹式白色圓形石砌的塔 亦成為了船坡進出珠江口的一個重要轉向標誌 燈塔經過風吹雨打 幾經戰火受到破壞 在1950年代開始停用 到了1986年經過修緝 改用太陽能裝置 令這座百年燈塔再次發光發亮 這項海事建設 是當年中英政府罕有的合作工程 當中香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到了今天,導航設備雖然大大改善 但是蚊美洲的燈光依然從島上發放 繼續為來往的船隻導航 十九世紀中後期 由於蘇伊士運河開啟 和華工貿易蓬勃 加上東西方貿易不斷增長 令處於優越位置的香港 發展成為一個繁榮的轉口港 1863年,隨著市場對船隻維修 以至新船的需求 而我、德技利士和鐵行輪船公司等洋行 在廣州成立了黃埔船奧 並在1866年,在香港登記成為有限公司 1870年,黃埔和紅磡的聯合船奧合併 之後又兼聘了愚人船奧 接著陸續收購和合併其他船奧 又經營碼頭 到了1876年,黃埔全面放棄廣州的業務 全力留在香港發展 並在紅磡建造大型的船奧 在那個時候,黃埔不僅壟斷了香港 整個收船造船業 造船技術以至造船量 亦排在亞洲的前列 現在後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黃埔船奧的舊子 黃埔船奧其實另一個名字 叫做九龍多 如果是老一輩的人 你一說九龍多 他就知道一定是紅磡這個位置 黃埔全澳造就了紅磡 這個地方一個特別的色彩 這裡由一千多工人 去到一萬多工人 就是最傳承的時候 所以整個紅磡的發展 其實就是不可脫離黃埔全澳 那些工人就在這邊住 亦都有他們自己的生活在這裡 後面又有廟,又有差館 其實是一個小型的社區 在黃埔和這個紅磡的關係 就是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 香港已經漸漸發展成為 國際航運中心 以轉運服務作重點 港口設施不斷增加 沿海碼頭和貨倉臨立 1886年,怡和和保羅姐打合作 創立了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 即是九龍倉 在尖沙咀建造了九龍倉貨倉碼頭 並興建和收購不同地方的碼頭和倉庫 帶動了整個尖沙咀區的發展 亦慢慢令到尖沙咀發展成為 九龍區的商貿中心和交通樞紐 到了二十世紀 太古也在尖沙咀東南面火車站附近 興建太古倉碼頭 即是俗稱南煙通貨倉碼頭 而南煙通之後 更加發展成為香港鐵路貨運 和海上貨運的交匯點 去到二十世紀 香港航運業依然興旺 當黃布船奧不斷擴展 並且成為龍頭企業的時候 另一間具實力的英資洋行 太古也開始進駐香港發展 並且令香港的航運業 再攀上另一個高峰 大家看到這裡就是太古城 太古城的前身就是太古船奧 太古船奧其實在二十世紀初 一九零七年的時候開張 他們選擇這個地方 其實也相當不錯 因為在鯉魚門這邊一進來 船很快就可以埋到船奧 做一些補給或維修的工作 一八七零年 太古在香港開設分行 並佔據港島的東區發展 一八八一年收購港島 則如沖多幅大型土地 沒多久就開始興建太古練堂廠 練堂廠很快就成為全球規模最大 和最先進的廠房 十九世紀末 堂廠本身也已經擁有一支小型的運船隊 更加擁有自己的碼頭 之後太古輪船公司的船隊規模越來越大 在一九零零年 在練堂廠旁邊的一幅土地 興建太古船奧 太古船奧在一九一零年 為太古輪船公司 建成了第一艘內河船 之後又開始建造沿岸貿易船 船奧裡面其實和黃埔相相似 因為它要做到它自己可以 一個大型的小社會 八十歲的梁伯伯 在太古船奧工作了幾十年 當年他就是負責員工的福利事務 這裡是電影院 過去那裡是寫字樓 這裡我每天上班 我們是福利部 這裡是醫生房 我寫字樓在樓上 放了工之後又有很多活動 音樂的又有 游泳的又有 打球又打球 很好的 工人有時候讀得很好的 又給了一筆獎學金 他又給他去英國 這個船奧他們很標榜 自己和員工的福利和關係 是相當好的 因為當時整個大氣候 世界上有很多霸工潮 他們以這件事 告訴那些船奧 他們和員工的關係好 所以他們會依其交到船 或者依其做好維修 1937年至1941年 太古船奧僱用了超過五千人 而在那個時候 船隻維修和造船業 依然支持著香港整個經濟發展 不過到了二十年代 香港爆發了海源大罷工 和省港大罷工 這兩次巨大的工潮 曾經在短時期內 令到香港的航運業 遭受重大的打擊 雖然在工潮過後 航運業是迅速恢復 並且更加興旺 很可惜在幾年之後 日本侵佔香港 航運業是毀於一旦 戰後航運業是迅速恢復 但也很可惜在幾年之後 韓戰爆發 在禁運的陰影下 香港的航運業 再一次受到重大的打擊 自此香港的經濟重心 轉移到工業 再加上七十年代金融業 和地產業的興起 令航運業不再成為香港的重要經濟之處 1972年 黃埔船奧和太古船奧 合併成為香港聯合船奧 之後搬去青衣繼續營運 而香港的航運業 在本地企業家和戰後藍內的企業家 共同努力之下 慢慢地走向現代化 在二十世紀中後期 再次面向世界 旅館 旅館 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